中国电影《降原路》于当地时间5月24号晚在嘎那电影宫举行了盛大的世界首映礼 影片导演陈可欣携主演张子怡、雷佳音、大鹏、杨幂、李宪、王传军、此沙、盛庄走上红毯 与早已在现场等候多时的媒体和中外影迷见面 张子怡可以说是最受嘎那国际电影节关注的华语女演员之一 他主演的《卧虎藏龙》、《十面埋伏》、《2046》等电影曾多次入围电影节的各种单元 他本人曾四次担任嘎那的评委 今年电影节对于他主演的电影《降原路》非常重视 安排其在闭幕式前一天压轴两下 影片收获了现场观众的热烈反响 另一部中国电影《狗镇》也在嘎那迎来了高光时刻 拿下了一种关注单元的最高奖项 这也是继2006年的江城夏日之后 时隔18年中国电影再次获得这一殊荣 影片已经定当6月15号在国内上映 影片发现了资格日之二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